同学们好,我是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张老师。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数学课。 今天,我们上一节用2-6的惩罚口诀求生解决问题的练习课。 上节课,我们通过解决分粽子、分茶叶的问题,对除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 而且,你们还能根据同一个算式,讲出不同含义的故事,真是了不起。 张老师,想请你们帮忙解决下面两个问题。 学校买来15个托吧。 第一个问题是,每个班分三个,可以分给几个班。 第二个问题是,平均分给五个班,每个班分几个。 相信同学们已经想出答案了。 小丽不但写出了答案,还说出了两道题的相同点和不同点。 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平均分。 第一题是把15个托把,按照每三个一份来分,求可以分成几份。 也就是,求15里面有几个三。 列式是,15除以3等于5,单位名称,个。 表示,可以分给五个班。 第二题是,把15个托把,平均分成五份,求每份有几个。 列式是,15除以5等于3,单位名称,个。 表示,每班分到三个托把。 看来,同学们对除法运算的意义已经非常了解了。 除了除法,我们还学习过加法、减法和乘法。 让我们到生活中继续去找一找,解决更多的数学问题吧。 过节的时候,很多地方都有贴符字的习俗。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问题。 第一小题,八张符字,送给每户人家两张,可以送几户? 第二小题,八张符字,用去两张,还剩几张。 你会解答吗? 请你在纸上试着列式计算。 写完了吗? 没写完也没关系。 我们先来听听小亮的想法。 解决第一个问题时,我列的算式是八除以二等于四,单位名称户。 我是这么想的,一共有八张符字,送给每户人家两张。 就是把八按照每两个一份来分。 求可以送几户? 就是求八里面有几个二。 所以,我用除法来解决。 解决第二个问题时,我列的算式是八减二等于六,单位名称张。 因为有八张符字,用去两张,求还剩几张。 就是求从八里面去掉二之后,还剩多少。 所以,所以应该用减法计算。 同学们,你们同意小亮的想法吗? 小云有不一样的想法。 听听她是怎么说的。 我第一题的算式和小亮不一样,我认为可以用连减的方法。 我列的算式是八减二,减二,减二,减二等于零,单位名称张。 减了四个二,就说明可以送四户人家。 我用圆片代替符字,摆给你们看。 我先摆八个圆片,送一户人家,就减去两个,再送一户人家,就再减去两个,直到最后全部减完。 减去一个二,就表示送了一户人家。 从八里面连续减去四个二,就减完了,也就是送了四户人家。 同学们,你们听懂小云的想法了吗? 小亮有了新发现。 我发现,除法和减法是有联系的。 当一个数减去相同的数,最后结果是零时,可以用除法来表示。 用除法表示连减算式比较简便。 小亮想,第一小题中的除法算式能写成减法。 那第二小题的减法算式能写成除法吗? 同学们,你们认为可以吗? 同学们都发现,这道题不能用除法解决。 因为第一小题是每户人家送两张,求可以送几户。 就是从八里连续减二,减去了四个二,就是求八里面有几个二,所以可以用除法表示。 而第二小题是从八里面减掉用去的一个二,求剩余的部分,不是平均分,所以只能用减法计算。 虽然两道题的数都一样,但是它们表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 同学们,你们借助画图、摆一摆等活动,理解了题意,又在对比当中发现了两种运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 所以,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,一定要先仔细分析,理解提议,弄清数量关系之后,再选择合适的运算方法,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。 大家请欣赏,这是一些中国节。 中国节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手工编织工艺品,有很多不同的样式,代表着团结、幸福、平安。 特别是在民间,它精致地做工,深受大众的喜爱。 这是编织小组的同学正在制作的中国节。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,上半部分像夺小花,叫盘长节。 下半部分像鞭炮,就叫鞭炮节。 一个盘长节搭配六个鞭炮节,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节。 编织小组的同学还带来了两道数学问题。 我们先来读读题。 1. 一个中国节上需要六个鞭炮节。 要编五个这样的中国节,需要多少个鞭炮节。 2. 十八个鞭炮节,够做几个左边这样的中国节。 这两道题的意思,你明白了吗? 会解决吗? 请你试着做一做。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做的。 小云要给大家讲第一题。 我们来听一听。 一个中国节上需要六个鞭炮节。 那么,两个中国节需要的鞭炮节的数量就是两个六。 求五个中国节需要多少个鞭炮节,就是求五个六相加的合适多少。 所以,我的劣势是六乘五等于三十,单位名称个。 和你的想法一样吗? 我们继续看一看第二小题。 请小丽和大家交流一下。 有十八个鞭炮节,每六个为一组,就是把十八按照每六个一份来平均分,看看可以分成几份。 也就是在求十八里面有几个六。 所以,我列了一个算式式,十八除以六等于三,单位名称个。 能做三个左边这样的中国节。 同样是编中国节,同样是一个小花搭配六个小鞭炮。 为什么一个用乘法计算,一个用除法计算呢? 请你想一想。 小亮是这样说的。 第一题是在求五个六相加的合适多少,也就是求几个相同的数合起来的总数。 所以,用乘法。 而第二小题是求十八里面有几个六,是把总数分成几个相同的部分。 所以,要用除法。 我发现,除法不仅和减法有联系,除法和乘法也有联系。 你们真会思考,求总数时用乘法计算,求分数时用除法计算。 好了,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图。 通过看图,你知道了什么呢?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发现。 小亮说。 我知道这里一共有六个花盆,每个花盆里有三颗多肉植物,还知道一共有十八颗多肉植物。 你能将这些信息改编成数学问题吗? 快试一试吧。 小丽提出的问题是,每个花盆里有三颗多肉植物,六个花盆里共有多少颗多肉植物。 小亮提出的问题是,十八颗多肉植物,平均种在六个花盆里,每个花盆里种几颗? 张老师也提一个问题。 十八颗多肉植物,每三颗种在一个花盆里,需要几个花盆? 请你根据题目的意思快速列出算式并解答出来。 小云与我们交流的是第一小题,听听她的想法。 第一题,每个花盆里种三颗多肉植物,求六个花盆共有多少颗多肉植物, 也就是在求六个三相加的合适多少。 所以,用乘法计算,我列的乘法算式是,三乘六等于十八,单位名称,颗。 小丽要交流的是第二小题。 第二题,要把十八颗多肉植物,平均种在六个花盆里,求每个花盆。 种几颗的意思就是,把十八平均分成六份,求每份是几。 算式是,十八除以六等于三,单位名称,颗。 小亮交流的是第三题,看看她是怎么想的。 第三题,是把十八颗多肉植物,每三颗栽种到一个花盆里, 问需要几个花盆,就是求十八里面有几个三。 所以,算式是,十八除以三,等于六,单位名称,颗。 好了,现在请你仔细观察。 这三道题,有什么相同的地方,有什么不同的地方? 小云是这样说的。 这三道题的相同点是,都是在讲种多肉植物这件事。 都有六个花盆,每个花盆种三颗,和一共有十八颗多肉植物这三个数据。 还有就是,在计算的时候都用到了三六十八这句口诀。 不同点是,这三道题的已知信息和所求的问题不一样。 真的是这样吗? 我们对照着这些信息来说一说。 先来看第一小题。 我们已经知道了每个花盆栽种的棵树。 还知道了花盆的数量。 要解决的问题是,一共有几棵多肉植物。 再来看第二小题。 我们已经知道了总棵树。 还知道了花盆的数量。 要解决的问题是,每个花盆种几棵。 最后,我们看看第三小题。 已知总棵树和每个花盆栽种的棵树。 求花盆的数量。 我们把这三道题的已知信息和要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起看。 通过对比可以知道,这三个问题中的数量是有关联的。 只要知道其中的两个量,就可以求出第三个。 你们可真棒! 用一双慧眼发现了生活中的数学问题。 用我们学过的运算知识进行分析,正确解答了问题。 把学过的数学知识用到了实际生活当中。 今天,我们学习的内容在数学书第24页和25页中。 其实,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藏着很多能用加法、减法、乘法和除法解决的数学问题。 课下,请你继续去生活中找一找。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同学们,再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